三公尺高巨浪从海边小镇退去后 在海滩上留下多具遗体 印尼苏拉威西岛7.5强镇 发生在28号晚间 短短几分钟后海啸警报响起 距离镇阳最近的帕卢和东加拉 两个城市首当其冲 放眼望去街道已经是汪洋一片 远方一面白色大墙 直接冲上岸边下一年 大浪直接拍上岸 举目索机全被黑色海水卷走 还持续冲上内陆 不少居民躲到高处 拿起手机边逃边拍 海水冲垮地方清真寺 帕卢海口的景观大桥也遭到破坏 帕卢城市真的在这里 帕卢城市是在一个地方 在一种坏的地方 在一种坏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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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船员从海面上拍摄到处都是被冲垮的杂物和货柜 海啸警报持续一个小时后解除 规模7.5强震后 余震不断 其中一起最大规模达到6.7 即使没有遭到海啸波及 苏拉威西内陆地区也是灾情惨重 街头满市断源残壁 甚至还有医院紧急疏散所有病人躲到空地避难 当地276座通讯塔以及电力设施瘫患 印尼国家救难中心已经枕边船只直升机赶赴灾区抢救 这起7.5强震发生前三小时 威力稍弱的6.1地震才刚刚袭击当地 居民还没摆脱恐慌 地牛又翻身 赛里新闻综合报道